基東市政府秘書和市智據點長輩一起玩遊戲 尬腿力有助於長輩維持肌耐力和健康 這也是據點平常的活動之一 讓長輩們還不快樂 這是知名企業董事長林寅信 感謝基東市衛生局福島的信義研究站 市智據點照顧他市智雙親的用心 特地帶來他們公司生產的杏仁茶 以及芝麻堅果類甜點回饋據點辦理茶會 我們非常感謝市政府在各地去成立了 我們機制一起玩學堂 提供一個溫暖的環境 有專業的那個市智及志工關懷照顧 大大的減低我們家族的一些照顧的負擔 也讓我們家族有喘息的機會 也是據點內的一名市智長輩 也特別感謝據點對他們的照顧和幫助 然後我就覺得說真的在家裡面一個人 確實是很孤單 可是剛剛走出來的時候 他對人家談話 或說在我們的活動裡面 我們對人家稍微一點的關切 我們都覺得說好溫暖 我有這個朋友 我有這個在這裡的同學 怎麼對我這麼好 那種每天來到這裡的愉快的心情回去之後 今天就很快樂的過完 基東市衛生局長張賢正表示 市智者走入社區參加活動 不但可以增加社交集專注力 還可以延緩市智退化 也感謝林吟信女士 回饋向你的愛心協助打造 失智友善有愛的城市 確定失智診斷的阿公阿嬤 他們就會幫忙介紹到家裡附近的失智據點 類似像我們今天 機智一起玩學堂 今天我們的延期戰 這些阿公阿嬤在這裡他們參加課程 動腦運動 不但失智不會繼續退步 甚至會更有精神 無法兼顧事業和照顧責任的他 壓力獲得舒緩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